改革开放以来,世界上许多的国家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。 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,居民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。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,许多原本美好的事物都遭到了破坏。 树木的肆意烂乏,水生物的捕捞,让很多的事情都失去了原本的模样。 许多的河流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。 世界上最不干净的三条河,印度位居第一,中国的位河也上榜。 第一,印度恒河。 印度既然能够位居第一,肯定是因为其恒河而登明上榜。 恒河是印度人民的母亲河,孕育驻印度好几亿的居民。 恒河之所以被称为最脏的河流。 全因印度居民的洗漱、沐浴,都是在恒河里进行。 甚至还有排泄。 而且很多的废水,也都流入到恒河中。 第二,黄河。 相信大家很好奇,为何黄河也会上榜。 恒河作为印度居民的母亲河,而黄河则是我们中国居民的母亲河。 从颜色中就能看出,黄河的浑浊度十分的重。 不过小鞭血觉得黄河一点都不脏。 黄河都是因泥沙淤积造成的。 并不和恒河一样拥有许多的排泄物和废水。 第三,泰晤士河。 泰晤士河时,英国第二场河。 经过英国十多座城市。 是英国的母亲河。 虽然泰晤士河在英国的地位十分的高。 不过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时候, 泰晤士河的两岸修建了许多的工厂。 因此有许多的工业废水,也都流入到了泰晤士河。 使其成为了世界最脏河流之一。 虽然这三条河流都是国家的母亲河。 不过它们都经过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。 成为了世界上最脏河流之一。 小编觉得,作为母亲河。 我们国民都有保护它的义务。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 可以在评论区中留言。 突然有什么故障在一起。 是派人许区美孔的使维地标赏射程与字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